约书亚记第一章 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 耶和华吩咐摩西的侍从 嫩的儿子约书亚说 我的仆人摩西死了 现在你要起来 和全体人民过着约旦河 到我现在要赐给他们以色列人的地区 你们脚掌踏过的每一处地方 我都照着我应许摩西的赐给你们了 从旷野和这黎巴嫩直到大河 就是又发拉底河 赫人的泉地 以至大海日落的地方 就是你们的疆界 你一生的日子 必没有一人能在你面前立得住 我怎样与摩西同在 也必照样与你同在 我绝不离开你 也不离弃你 你要坚强勇敢 因为你必使这人民 得着我曾经向他们列祖启示 要赐给他们的那地做产业 你只要坚强 十分勇敢 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吩咐你的一切律法 不可偏离左右 好使你无论到哪里去 都可以亨通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 要昼夜莫颂 好使你谨守遵行书中所记的一切 这样你的道路就必顺利 你必一路亨通 我不是吩咐过你要坚强勇敢吗 所以你不要惧怕 也不要惊慌 因为你无论到哪里去 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 于是约书亚吩咐人民的官长说 你们要走遍营中 吩咐人民说 你们要预备粮食 因为三天之内 你们要过着约旦河 进去得耶和华 你们的神要赐给你们做产业的地 约书亚又对刘本人 加德人和马拿西半个支派的人说 你们要记住耶和华的仆人摩西 吩咐你们的话 耶和华 你们的神赐你们安息 他必把这地赐给你们 你们的妻子 孩子和牲畜 都可以留在约旦河东边 摩西赐给你们的地上 但你们所有英勇的战士 都要拿起武器 在你们的兄弟前面过河去 帮助他们 等到耶和华使你们的兄弟 可以和你们一样安居 同样得着耶和华 你们的神要赐给他们做产业的地 你们才可以回到你们所得的地 以他做你们的产业 就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 在约旦河东边日出之地 赐给你们的地方 他们回答约书亚说 你吩咐我们的一切 我们都必遵行 无论你拆派我们到哪里去 我们都一定去 我们从前怎样凡事听从摩西 现在也必照样听从你 我愿耶和华 你的神与你同在 像与摩西同在一样 无论谁违背你的话 不听从你吩咐他的一切命令 那人必要处死 你只管坚强勇敢 感谢卡通